今次Inventory又出了一個很特別的一個Crossover特別版 上面寫著一代中詩 不是沖詩 是中詩 這個是真是中詩 熱文 到底是 很多人都會想到是熱文 因為是電影 其實就不關熱文的事 一代中詩到底是甚麼呢 如果各位有看一些香港的漫畫 你有沒有看的 小一點 其實這個年代的小朋友少一點 香港我是真的少的 日本比較多 我自己就 舒適遲 那時快 我已經準備了 講漫 講漫一代中詩 的文畫在這裏 其實它是一個漫畫 二目 二目 港漫 今次 Jason 就厲害了 找來一代中詩 這個蘇克爾還英俊 創辦人主筆 是 康智德路斯 做了一個Crossover 這個名字雖然我不懂 但我也聽過 今天除了Jason這位嘉賓之外 康智德路斯也上了你 我們請老師給點掌聲 嘩 真是漫畫界的一代中詩 是啊 真是厲害 那 介紹一下 是 我們的老師 康智德路斯 沒錯 是 一個很出名的 香港的一個 元老級的漫畫家 簡直就是 是 OG級 只可以這樣說 是 阿康老師最出名的作品 應該是 當年 黃小龍轉 黃小龍轉 是龍虎門的其中一個角色 是 是 因為我最初 因為我師父是黃玉龍 是 這個品牌 是黃玉龍 龍虎門 是他創造出來的 都是本土文化產業 是 然後他就交了給我 黃小龍轉 黃小龍轉 哦 那我第一套 我自己個人的作品 就是黃小龍轉 所以讀者 很多時候都說 咦 我看過《狼》上次都是畫 是啊 因為如果龍虎門 一定是黃的狼 是 但是其實 龍虎門 你都在龍虎門裡面的主筆 都很久了 很久了 做了很多年主筆 就是你師父很久都已經 其實都沒有畫 也不是這麼說 他看著我們畫 看著你畫 是 但是你其實本身都是龍虎門的主筆 很多年 是 很多年 自己的作品就是這個 《一代宗師》 《一代宗師》 第一套就是黃小龍轉 現在就自己 就是跟香港一樣 我們要自己 要畫一些自己原創的東西 是 因為跟了我老師 就是師父 黃玉龍 畫了這麼久 咦 我試試自己的東西 這個《一代宗師》 就是自己的創作 哇 很祝你生日快樂 是啊 是的 厲害 證明你已經有 有粉絲在這裡看 是的 昨天 不是今天 是昨天 好了 那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今次 Jason 和《一代宗師》 有什麼合作呢 為什麼會這樣拉上這個關係呢 對呀 Jason 你說了 怎樣拉 怎樣 我是被動的 關係就一直都有 認識了很久 德哥 是 合作呢 亦都談了很久 是 終於呢 我們的合作就單身了 是 就是今次 這個系列 是 是 他最特別之處呢 就是呢 他的錶面 是由德哥 鄺老師 是 一筆一筆這樣畫出來 真的手畫出來 真的手畫出來 手繪 是的 一隻 是的 那麵了呢 每一隻 每一隻都不同 都不同 是 全球每一款都只有一隻 是 極具收藏價值 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 因為每一隻都是手繪的關係 是 老師呢 只是畫二十隻 是 就是說全世界 只有二十隻 鄺老師的 珍積手繪所辦 我想問二十隻 是一個款有二十隻 還是每一個不同 不是 一個款 每一隻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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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兩個角色也好 是 角度也不同 是的 一定 這隻是甚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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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是紅希冠 國學相認權 你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有聽過 一定有聽過 聽過有聽過 紅希冠 我們是不是還有其他款式 可以拿過來看看 嘩 辛苦你了 柯頓哥 今天變成道具組 還有一排 還有一排 這些全世界之後 一直都夠了 讀特 說真的 我想問一下老師 畫在漫畫書 難一點 還是畫在錶 一定是錶 一定是錶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難度 可以嗎 第一 它小 是很細 第一 標面 它小 我們平時畫的 畫紙 我們很熟 又可以起稿 還有大張 是很熟 這個 很考功夫 這麼小 這麼小 我們現在的年紀 平時是這樣的 還有眼睛 已經不是很清楚 是 還有它是金屬的 就是要特別的物料 不同 我們這些紙 什麼筆都可以畫到 就是要特別的筆 不是很熟的筆 不可以脫的 這個難度 我看到它上面的頭髮絲 都很幼細 真的不是普通的筆 不是普通的筆 可以做得到 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知道廣晚的畫風 都很有自己一套 是 特別是這種 純黑白色的畫風 是最突顯到廣晚的 那個不足 那可不可以 老師都講解一下 這一種的畫風 我當作是一個收藏價值的角度 去想 就是它的獨特之處在哪裏 除了這個角色是廣晚的 這個我 因為我本身 我也介紹自己 我除了是香港漫畫家 之外 我亦都是香港動漫畫聯會 的理事之一 我經常代表香港 全世界交流的 因為交流多了 就知道 很多其他地區 都是這樣說 香港漫畫的特色 它就是 首先 日漫 一看就知道 龍珠 那些 一看就知道日漫 美漫 Superman 超級英雄 大隻 黑白 原來全世界 只有三個 最有特色的 空格 就是日漫 美漫 港漫 一看就知道 香港漫畫 一看就知道 一看日本漫畫 對 因為 韓國的漫畫 現在都很好 但是 它都是偏向日本 是 我以 譬如 我看日本漫畫 都多 你一看就知道日本漫畫 香港漫畫 可能相對是比較 單 你一看就知道 沒錯 香港的漫畫 你感覺到 看起來好像立體 一定有陰影 一定有陰影 一定有很多線條 尤其是 那些 像這些 你一看就知道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 香港漫畫 和電影一樣 由李小龍 成龍 跟著也是 功夫 是啊 都是以功夫 功夫打在世界市場 是 香港漫畫都是功夫 是 是 其實是一樣 是 我小時候 多多少少都受到香港漫畫 有的那樣對應 是 為什麼呢 他學功夫 不是學功夫 是我見到漫畫人 裡面 每個的線條都很厲害 很大隻 真的 你看這些 那些肌肉 真的很好看 我小時候看完之後 我就說 大哥 我一定要變成 大隻佬 現在 差不多了 馬上就 喜歡去做健身 是 有些影響 是 全部都是肌肉 是啊 是啊 還有他的姿勢 都會跟蹤他們那些 虎學相迎 是 是 因為 外國人很喜歡 其實很喜歡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 這是香港漫畫 你創作這麼多功夫漫畫 其實對功夫 會不會都有一定的認識 會認識 但是不會 認識而已 是啊 很好啊 是啊 因為我們參考 看書 是 那麼他們 那些招數的名字呢 有啊 知道的 都是在真的功夫上 是 有沒有一些部分 是加了自己的創作下去的 喏 這個呢 我又要 又要講一下王悠郎 這個是很經典的 是 就是我師父 他創作的那些東西 真的 他腦子 那些招式是不是 金鐘罩是真的 不是 他只是參考 他自己創作的 這個是什麼 前龍吉玉 不是 不是 兵房五重天 哇 這個名字好熟 是啊 那邊寫著 很多字都有 是啊 是啊 他創作的時候 他是沒有想過 原來 這麼紅的 是啊 就是他很簡單 他創作的時候 為什麼兵房五重天是什麼 就是 喂 有一個很厲害的人 黃鋒雷 他學 喂 剛才他跳了到熔岩 是 然後他跳到冰火裡 融在一起之後 就練了一個冰火五重 嗯 然後後來呢 全世界都知道 都熔了 都會熔 發揚光大張 是啊 沒試過 我都沒試過 沒試過 這個真的很經典 我問一下 這個真的很經典 是 是很經典 是 我可以聽聽 沒有人不懂 沒錯 沒錯 當你將一件事 推廣到沒有人都不懂 你一定是很厲害 而且這一招也有很多人 學了 沒錯 是 死哪個男性 是 你說而已 是 我不知道 是嗎 是嗎 很多人學這招 是 好 OK OK 是 兩位香港的高手聯成 10萬還沒出來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怎樣 我什麼都給你 是 因為師傅畫的時候 只是對著一塊鐵板 這樣去畫 他整個錶 怎樣創作 給他一些logo 設計得很好 我想呢 斜一點 看看 錶面那個 就是手 那個油膜 不觸 你會感覺到它是 眉乾 是啊 好像 它並不是 就這樣 一個顏色在上面 有個厚度 是啊 沒錯 而且那個厚度 你看到嗎 是有個高峰位的 其實它不是一坨填很多層上去 而是有個筆觸拉出來 說真的 如果有一位 殿堂級的漫畫家 配合一個手錶品牌 去出的手繪手錶 絕對是一個收藏 如果這個錶在瑞士的話 我相信 糟糕啊 手繪 沒有20萬應該都看不到 如果是瑞士 如果是瑞士的話 是啊 真的 可以拿多兩隻網 看起來可以 你先想想 師父 逐個逐個逐個畫 真的畫得20隻 不是 最搞笑的是 深水清的朋友看到 這裏都未夠20隻 是 因為師父還有四隻未畫 三隻 三隻 那你畫了三隻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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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小探 有時間就可以畫 我一看到這個我覺得挺帥 這個是什麼角色 可以問一下 有質横的 方世玉 方世玉 這個是 再選一隻 我覺得挺漂亮的 我喜歡長頭髮的 不好意思 這個呢 這個是 鴻器官 那我再講一點 因為如果這個年代是清朝 其實它全部都是光頭 我覺得不型 我們給它一條邊 但是你的髮型 就跟我們自己創作的髮型 但是一定要留邊 因為清朝 不留邊就斬頭 是啊 但是黃飛鴻一定要 因為黃飛鴻不可以長頭髮 李連結就是這個樣子 是啊 找他出來先 他在裡面 是不是這個 是啊 是啊 因為他真正一代宗師 你不可以改變他的形象 香港漫畫教識我一件事 你學功夫之前 第一件事要去做的就是先紋一條眉 哈哈哈 粗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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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煞氣 要有煞氣 沒錯 你眉毛很慢 所以你眉毛很慢 沒錯 沒錯 真是 我還對 看你雜報的材料 是 看過面上就知道 看眉毛就知道 看眉毛就知道 其實也有關係 因為眉粗 男性紅耳蒙旺盛 其實肌肉本身發達 應該 是嗎 是啊 不是啊 我付出了很多努力 哈哈 我想問 這個手錶 這個手繪的錶面 譬如平時你畫漫畫的時候 可能有什麼失手的時候 你是可以修改 是啊 可以修改 但是如果在這個錶面的造工上面 如果真的有出錯的情況下 就沒有了 要扔的了 就變成一個廢品 對 對 只能夠重新來過 對 號選度高不高呢 但是沒有 沒有失手過 沒有失手過 厲害了 高手 好 因為他只給了20個錶面 對 對 經常由孤寒到一個位 對 為什麼 泰國信任得過 對 一開始說 或者二隻 OK 我準備了20套給你 哈哈 OK 好大壓力 是啊 不好意思 多多兩塊 我剛剛想說我難度很高 高的 誰知道他跟我說他沒有失手過 哈哈 他很難度 很厲害 你記住 四十年了 沒錯 沒錯 我應該說一百個都沒來 好啦 今天我們介紹這個 一代中詩的系列 有興趣的標迷 就可以到autoshop那裡訂購 到底這隻手繪的機械手錶 這次是用什麼機心的 是精工的NH35 哦 精工的NH35機心 配合這個手繪的錶面 全世界每樣只有一隻 我喜歡這隻 我覺得你喜歡這隻 是 因為呢 這一隻呢 我暫時在這麼多隻裡面 唯一一隻呢 我看到那條邊就拼了出來 哦 是啊 是啊 難得這個角色 在這麼小裡面都看到這條片 這是什麼角色 紅希冠 紅希冠 還有呢 其實呢 我想跟大家說呢 就是我以前印象很小的時候看過呢 港曼呢 他訓練的時候呢 拆得很細 他訓練的 就是有機會你是一接觸的時候 可能你畫到去 可以畫頭髮已經很高級 是啊 所以我想說呢 其實這一套呢 最近大家都很喜歡買那些 手制手錶去珍藏 這一套呢 其實作為香港文化的傳承呢 其實很有價值 想了解一下什麼價錢 對 那這一套手錶呢 因為數量這麼少 我當補充多一點 是的 它的價值觀在哪裡 多一點 因為現在 科技先進呢 很多人呢 AI什麼都做到的 嗯 是啊 所以 手錶越來越少 是的 他們不會畫的 嗯 是啊 是啊 他創作組的人物 都可能用電腦畫出來 不是啊 如果你掃進去之後 他從 可以畫 但是沒有手錶 他在電腦上 可能這些角色都出來了 嗯嗯嗯 但是 那你印刷品 是啊 這一套 就絕對不是印刷品 什麼時候都是手錶的 是值錢的 不是 而且越來越不想手錶 嗯 老實說 這一套因為數量這麼少 還有牽涉到 真的有手工藝在裡面 是一隻 真真正正的手繪錶來的 那一定有收藏價值的 是 那麼 最低限度 我相信這個錶呢 真的買了 都一定不會虧本 嗯 就是儲了幾年之後呢 應該 輕微都會有些 升值的機會 哈哈 那麼 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可以 20隻 只有20隻 全球 那到底是不是天文數字呢 你有股行 當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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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 對 就會落入要舉牌才能買到的一個動態 即是有些人儲回20隻 然後放入蘇府給舉牌 沒錯 首先20隻要分開再儲回價值才高 好像龍珠一樣 你重新搜集它 好 講一下價錢 今次的手錶 價錢一隻7999 7999 一隻 烏山是出的 可以買到兩隻 是嗎 先拍一拍 烏山出一萬二千八 還有呢 先講一下 如果有什麼角色 送多一本 他的角色的漫畫 我簽名 哦 有七筆簽名 店員訂購的朋友 那就可以用7999買到的手錶 另外你選擇這個角色 是紅器官 我看到紅器官 紅器官在這裡 不是 這個就是紅器官 是 虎學雙型 紅器官 紅器官 那 我就會送五本書 鄺老師就會送多一本漫畫 簽名 親筆簽名 整套連著手錶 沒錯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收藏 可不可以問老師自己本人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你最滿意是哪一個作品 按到這裡 要選一個的話 最喜歡是真的 嗯 現在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為什麼不真的 方世玉 因為為什麼呢 一代中之外 第一輯 第一輯 主角就是方世玉 哦 第二輯 紅器官 第三輯就是 黃飛鴻 方世玉 方世玉 一兩年前 嗯 那麼 一代中司 現在一直都還在出 不是 暫時停了 奧為公司 完了才出 黃飛鴻 哦 之後就是出黃飛鴻傳的 是不是 黃飛鴻 即是現在每一本都是一個 intro 是啊 每一個自己的故事 哦 福仇者類別 你有冷的時候就幫助你 是 現在如果外面書報攤都還有賣的 就是 鄺師傅現在畫的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哦 那就是打廣告嘛 是啊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呢 都可以下去買一本 我和殭屍有個約會 馬小玲來看看 馬小玲 問多一句 這個呢 就是他本身的包裝 是 是 有一個盒 放在紙盒裡面 德哥會不會在這裡簽名 可以 是 我覺得這個 用金色的marker 是 就會非常之型 是啊 是啊 我們現在看我們直播的朋友 很多都支持香港的品牌 這次呢 這麼特別的Crossover作品 希望一班香港的標迷都支持一下 我們香港的這麼特別的作品 是 是 各位看我們YouTube短片的朋友 你們好 我們的頻道 其實除了這些YouTube短片之外 我們逢星期四晚九點半 我們都有一個直播節目 我們的直播節目的內容 會有很多最新的手錶行程發佈 新貨的介紹 新標發佈 所有關於手錶最新的資訊 都會在我們的直播節目中介紹 另外我們的直播節目中 都會發放一些彩蛋 特價彩蛋 有些特價的手錶 少量 會給我們一班看直播的朋友 希望各位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些 這麼便宜的優惠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短片 記得讚好我們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你們